我们再来关注巴西邻国 玻利维亚森林大火的情况 玻利维亚东部的森林大火 已经持续燃烧了近两周 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100万公顷 26号玻利维亚政府加大灭火力度 并派出军队前往受灾严重地区灭火 当天玻利维亚政府派出的军队人员 抵达玻利维亚与巴西和巴拉圭边境附近 受灾严重的地区 与当地民众一起开展灭火行动 据报道在一些受灾严重地区 除了大片农作物全部被毁 水源也受到污染 部分儿童和老人出现了 与呼吸有关的健康问题 另据报道 虽然近日当地气温有所下降 但本周末气温有可能又将超过40摄氏度 不利于灭火 25号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表示 他愿意接受国际援助来扑灭这场森林大火 对不起